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来看第六课 第六课叫做 so 这课比较简短一点 就是一个BMP 罢了 BMP 10 到底什么是 然后我一个一个解释给你听 个打扎曼是什么 其实你在凤凰有学过这个东西 个打扎曼就是说 你有注意到它的中间是打扎曼吗 打扎曼就是不一样 每当你看到这个打扎曼的意思是说 你会看到这些数学符号 大过 小过 大过等于 小过等于 当你看到这些东西 这些符号都叫做个打扎曼 之前你所学的是叫 OK 你看到不扎曼 都讲扎曼了是不是 OK 都讲扎曼了 所以你看到有这个扎曼 就是说会有等于的意思 我常常讲的 左边等于右边对不对 但是今天你要学的是 哥打扎曼 就是会有这四个符号其中一个 OK 然后 LINEAR是什么 LINEAR就是说你的那个 BOMOLE 58 比如说你的BOMOLE 58 是X 它的X力 GUASA1 一看到LINEAR就是说 GUASA1 OK 一定要GUASA1 不可以GUASA2 好像YGUASA1 这些都是叫LINEAR DALAM DUA POMOLE 58 所以你们在这个FORM4的阶段 你会学两个POMOLE 58 的GUASA1 其实你在FORM1有学过这一课的 只是FORM1是叫GUASA1 DALAM DUA POMOLE 58 以前只是单独的一个POMOLE 58 那么FORM会有两个POMOLE 58 X跟Y OK 所以现在我们来看第一 就是我们要用GUASA1 来代表这一个情况 然后记得是 我们现在这个是关于DALAM DUA POMOLE 58 OK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右边 GUASA1 比如说GUASA1 这就是以FORM1学的 这个是FORM4学的 FORM1主要是学一个的 FORM4是主要学两个的 所以以前你有看过这样东西是 2X加5大过去啊 你看到这样的东西就是叫GUASA1 DALAM 1.68 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 你有看到那个大过的符号 所以就是GUASA1 OK 然后LINEAR是因为你的这个是GUASA1 XGUASA1 所以就叫LINEAR咯 然后你发现到里面 不管是左边还是右边 全部整体来讲理 你只会看到一个POMOLE 58 所以它叫做GUASA1 DALAM 1.58 然后如果你看到这个DALAM 2.58 就是FORM4的 就是你会注意到我这边写2X加5Y大过去 所以它是一个GUASA1 然后它是LINEAR 因为不管是X还是Y 它的GUASA也是E 然后它是有X跟Y的 所以它就会有两个POMOLE 58 OK 所以这个是FORM4的东西咯 所以GUASA1 其实是常常有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上的 就好像比如说X X是代表那个驾车行驶速度 在那个高速公路 所以如果是X代表着那个驾车速度咧 我们可以写什么 X小过等于 大过等于 X怎么样呢 你的行驶速度在高速公路怎样 不可以 不可以这样 不可以超过百一是不是 在高速公路不可以超过百一吗 你的速度最高是什么 最高是110 所以我这边写X小过等于110 X代表着我们驾车速度 所以小过等于什么意思呢 小过等于日 小过110 或者是 小过10 或者是 等于110 意思说我们最多最多可以加10 超过的话我们可能会中Saman OK 所以这种其实就是SATU POMOLE 58的 那么等一下我们会主要是看DUWA 主要是看DUWA POMOLE 58咯 所以待会我们要写这个 LANGKA LANGKA MENDULIS KETAKSAMAN DUWA POMOLE 58 我们要写的话 我们需要跟着这个以下步骤咯 这些是一些方法 来帮助到你 等下你可以很容易的 这个BOKI KAN SITUASI 就是它会给你一个情况 然后你要写得出MENDULIS KETAKSAMAN OK 首先 TENAPASTI POMOLE 58 DALAM SITUASI YANG LIBERY 就是根据它给你的情况 你确认它的MENDULIS KETAKSAMAN 到底它的变数是什么东西 OK 然后B DULEZ UNGAPAN DALAM DUWA POMOLE 58 就写出来你的UNGAPAN 所谓的UNGAPAN就好像这个这样子 2X加5Y 2X加5Y是一个UNGAPAN OK 你不要叫它PERSAMAN 因为PERSAMAN是有两边的 UNGAPAN就是一边包的 所以你就 DULEZ UNGAPAN咯 根据它给你资料 你写的出这些东西 DALAM DUWA GONOLE 58 之后咧 TEN DUKAN SIMBO KETAKSAMAN 两部改弹 就是说 你就决定它的符号 到底是 到底是 大过啊 还是小过啊 还是大过等于 还是小过等于 根据它给你的资料 你就决定咯 是哪一个 OK 比如说你是大过 好像大过7 可能是大过一个号码 这样啦 所以大过那个号码 你又要看提问资料 总的就是 确认PERSAMAN 有X有Y 或者是有B有Q 确认那两个 之后你就可以开始写 开始写这样的东西 OK 开始写这个东西 2X加5Y 类似这样 之后呢 你就可以决定它的那个符号 这个符号 大过啊 小过啊 这样子 OK 然后我们就可以完成这个 KEDAKSAMAN 所以 总之 KEDAKSAMAN 也是会有这种 它也是会有左边 右边的 只不过它的中间的符号是 不是等于咯 OK 就是这四个其中一个咯 可以吗 这一个是 它是 HASIA PEMERJAN 1 然后我们来看 中文 OK 回答了 James M's 提供它更有 50 然后 它们会有 80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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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但是Button Benzer,Masing Masing Berhaga,Tujo Ringgit dan Tujo Ringgit 一只Ben7块钱,一只Benzer2块钱 ok,然后 TulisKatu Ketak Saman Baggi Sito Situ 请写出一个Ketak Saman来代表整个情况 ok,所以首先它的口袋有50块 它要买几只BerbrapanButton Benz 还有Benzer,几只Ben,几只Benzer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Event 因为我们不知道它到底买多少只Ben 多少只Benzer,ok,如果这一根明白吧 然后它跟你讲,一只Benzer的价钱是7块钱 然后一只Benzer的价钱是2块钱 因为它讲Masing Masing嘛 也就是说Ben是7块,Benzer是2块 ok,所以根据这样的情况我们怎么办 所以我刚才讲什么 首先,Kernalpasti Pemberit Ubudara Situasi Antiborik 就是说我们要确认哪些是我们的变数 哪些是我们不知道的价值 变数就是我们还不知道它的价值 所以BerbrapanButton Benz 还有那个几只Benzer,我们不知道嘛 所以在这里你就要学会做梦呢 BR,ok,我们要学会写这样东西 BR,BelanganPen OK,他买的Pen,BelanganPen Yandiborik等于X 我们当着他买的Pen的数量是X,X直咯 因为我们不知道嘛 所以你要明白这个就是你的Pombo6吧 第一个,然后Penzer里你也要写咯 BelanganPenzerYandiborik等于Y OK,所以你一看到那些不知道东西 你要自己叫它叫做X跟Y了 因为题目没有给你,你就要自己咯 OK,然后之后我们要想一下 到底有什么Unggaban可以写出来 根据它给你资料 你看看,一只Benzer是7块嘛 然后一只Benzer是2块嘛 你买几只Ben? 你买X直Ben哦 你买X直Ben是不是? 所以Ben的总价钱是多少钱? Ben的价钱是不是7X? 因为你买一只是7块嘛 你买X直哦 你想像如果X是10,今天X是10 你是不是10乘70,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现在是买X直立 就是X乘7也就是7X了 然后Ben and Penzer你买Y直嘛 一只是2块钱嘛 所以你买Y直 所以是什么? Y乘2就是2Y哦 对不对 7X加2Y 可以吗? 所以目前你已经写到这个Unggaban了 我们已经是在Langgaban了 看到吗? DuletsUnggaban DuletsUnggaban 所以我们已经写到7X加2Y了 像现在我们要完成那个Gedarsama嘛 Gedarsama就是有左边右边的 只是它的中间的符号是那种小过弯大过 所以到底我们要放什么符号? 你就要看看这个50块 这个50块是讲Ung 50块是你口袋的钱嘛 所以你要搞清楚状况 7X加2Y是什么东西? 7X加2Y是James花的钱 对吗? 7X加2Y的意思是James花的钱 然后写下来啊 这里 这个是James James花的钱 怎么样? James花的钱 来买那些Bang跟Fencer 明白没有? 然后你要解 到底这个50块是什么? 50块是他有的钱吗? OK? James有的钱吗? 所以符号应该要怎样? 花的钱一定是要少过他有的钱 对不对? 你能够花的钱一定是要少过他拥有的钱 但是我这样子讲不完全对哦 花的钱不一定是要少过你拥有的钱吗? 花的钱可以是刚刚好跟你跟他拥有的钱是一样嘛 就是他50块其实可以用到完了啦 所以有可能他是准准用到完那些50块钱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们要写什么呢? 小过等于50 为什么? 我写给你看他的意思是这样 现在这个 50是什么呢? James是James有的钱 这个是James有的钱 OK? 花的钱照理来讲是要小过90的钱吗? 因为你有50块 50块意思是说你可以花40多块啊 48块49块甚至 但是也可以花50块嘛 意思是说你的花的钱可以是小过50块 花的钱也可以是等于50块 因为我可以讲这个符号的意思是什么? 这个符号的意思就是小过或等于吗? 就是你花可以是少过50 你的花的钱可以是准准是50 等于就是准准50咯 明白没有? 这个才是对的符号 那么错的 错的人力他会写什么呢? OK? 你总价钱少过50 总价钱等于50 这是对的 OK? 那么错的写法是这样子的 这个是错的啊 这个是少啦 OK? 比如说他写7x加2y 小过50 这个不完全对 因为你是讲花的钱少过 少过那个 你有的钱吗? OK? 少过50块吗? 花的钱少过50块 因为有可能会用完 所以他只是一般对吧 没有完全对 真正对是小过等于哦 OK? 这是错的 这样还有别的错吗? 可能他是这样子的 这样子写对吗? 这样子写肯定错 因为你是在讲 花的钱超过有的钱 OK? 你有50块怎么样 花超过50块呢? 你花的钱怎么可以超过50块呢? 不可能 所以7x加2y 大过等于50可以吗? 也是不可以 因为你的这个符号是说 大过或等于 有那个大过存在一定是错的 明白吗? 有大过一定是错 你只能是小过 小过或等于咯 明白没有? 除非他题目还有给你别的资料说 他如果说他准准用完 准准用完的话就是等于 可是他题目是这个 照例来讲就是 你只能写那种小过或等于 这样吧 OK? 所以基本上他没有讲 有甚还是没甚 就是我们不知道他到底有甚 没甚吧 我们就要写这种小过等于 OK? 花的钱绝对不可以超过有的钱吧 明白吗? 所以每当你写这种左边右边 你要搞清楚状况 到底我们的左边是在讲什么样的东西 右边是在讲什么东西 两个是在讲不一样 一个是讲花 花的钱 右边是在讲有的钱 明白吗? 所以绝对不能放大过咯 OK? 大过就错了 代表超过了 你花的钱已经超过你有的钱 OK? 就这样简单了 这个是总统一 可以吗? 那么等下我们会进下一个哈绫 哈绫 接下来我们来看哈绫 哈绫 第二 所以你有注意到吗? 不管是等于还是大过还是小过 左边它是写着Y 右边是写着AXRB 是不是? OK? 什么意思呢? 我们就这里要学是 要确认到底一个coordinate 他会给你一个点的coordinate 他会问你 请问哪一个点是符合哪一个的? 哪一个是符合等于啊? 还是符合大过啊? 还是符合小过的? 其中一个 所以 Kaeda 温度 我们能够感 Samaada Soto Detect 我们Moskan这个Y等于 或者是Y大过 或者是Y小过 到底是 就是要确认它到底是符合等于 还是大过还是小过的话 你就要这样子做 它的方法是 bandingkan nilai kiri 什么意思呢? 所以kiri就是 kiri就是nilai coordinate y 就是说它会给你一个coordinate xy 你的kiri 你看下你的kiri是什么? 不管是Y等于Y大过Y小过 你的左边是什么东西? 你的左边是Y 所以你要确认那个点是否符合哪一个 你的kiri你就写 kiri是你的那个Y Y 然后是看你的这个coordinate y 是什么? 然后karnan karnan就是nilai xnbb 你看下你的右边是什么? axnbb 是不是? 所以我们是要去看看 那个ax加比的价值是多少 通过mongantikan nilai coordinate x 就是因为你刚才有这个coordinate x嘛 你填进去这个x的地方 我们去找ax加比的位置 所以我们现在是要搞清楚 y就是左边的价值 右边的价值就是ax加比 我们去找两边的价值 之后我们就看看 zika nilai kiri sama nilai karnan 如果你发现到 你刚才找的左边的价值 跟右边的价值是一样的 是等于的话 这样你就可以讲那个点 就是题目给你那个xy 你讲mongantikan y等于 因为你拿到等于嘛 你就是讲它是符合y等于ax加比的 为什么你要学这个东西 因为有关系到这些东西 暂时的你 你先记得它的方法先就是 ok 当你发现到左边跟右边的价值是一样的 你就可以讲那个点符合y等于ax加比 当你发现到你的那个左边的价值是大过的 大过右边的价值的话 这样你就可以讲y大过 因为你要记得你的y就是左边 你的右边就是ax加比 如果你发现到左大过右 就是说y大过ax加比 那个点就是符合y大过的 ok 如果你发现到左边小过右边那里 你就可以讲那个点是符合y小过ax加比的 因为y是左边ax加比是右边 可以吗 所以这个如果你要更加清楚 我就做一个比方给你看 题目会这样问你 等都干什么的 y大过 y大过 减3x加5 现在我们要探讨以下的点 好像这个2-1 到底这个2-1是符合哪一个 它是符合等于呢 还是符合大过还是符合小过 所以我刚才讲什么 所以我刚才讲什么 方法是这个bandingkan ni la ki la kanan 就是比较左边跟右边的价值 所以方法是okbandingkan ni la ki la kanan 然后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是去去找kiri的价值 然后去找kanan的价值 ok这样子做看 所以现在我们要探讨它谷合哪一个吗 我们就这样子写咯 okkiri 首先你kiri是什么kiri是y 不管是哪一个kiri都是y 所以我们是要看y的价值 所以y是什么y就是看你的那个coordinate y 答案就是-1 你的目前左边的价值是-1 ok你的y就是follow你那个tittate的y咯 这样你的kanan呢 你的kanan是什么 你的kanan是-3x加5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个ax加b 刚才是sajara wumong告诉你ax加b 现在是有号码的 -3x加5 可以看到吗 ok 所以现在我们kanan是什么 我们就把那个-3x加5写下来 然后把我们的那个x填进去 ok 这个是我们的 这个是我们的x吗 这个是我们的y吗 我们把这个x哦 填进去这个x里面 因为我们要研究一下它的价值多少 所以你发现到-6加5是什么 -1是不是 -1对吗 所以我们已经看了左边算了左边跟右边 这样你发现到吗 左边跟右边的价值怎么样 左边的价值跟右边怎么样 你发现到是一样是不是 一样你就讲kiri等于kanan 当你拿到kiri等于kanan你要讲什么 我刚才讲的然后拿到左边等于右边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着tittate into memoskan y等于x加b 所以你要讲什么 这个2-1 其实是符合y等于-3x加5 因为你拿到等于嘛 左边等于右边嘛 你的左边是y 你的右边是-3x加5 你拿到等于你就要讲它是符合y等于这个 ok 为什么要学等下你就知道了 现在你暂时的你是先记得 当你拿到左等于右 意思是说你是符合y等于的 等于的就是代表符合等于的 大过的就代表符合大过的 小过的代表符合小过的 ok 所以你要讲什么 你要讲这个点 2-1 memoskan memoskan 它符合什么呢 memoskan y等于-3x加5 ok 你就讲它符合这个东西咯 知明白吗 总之是你拿到kiri等于karn 意思是说你符合y等于的 ok 这样如果你要检查这个3-1 这个3-1是哪里什么呢 kiri ok 同样的你的kiri是什么 kiri是y 所以你就问你自己你的y是什么 y是-1 这样你canan canan就是-3x加5 这个时候你就要把你的x给进去 你的x是什么 你的x是3给进去 -3乘3加5 -9加5是 减4 ok 这个时候你就观察一下你的左边跟右边怎么样 不一样是不是 那但是你不要讲不一样啦 你要讲小过还是大过 减1怎么样 左边跟右边怎么样比 左边比较小还是比较大 左边比较大 右边比较小嘛 减1比较大是不是 减4比较小啊 所以你要讲什么 你要讲kiri ki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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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边的价值大过右边 那么你左边是谁 你左边就是y 你的右边是谁 -3x加5 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讲 这个点符合 y大过-3x加5 是不是 因为你的左边是y 你讲y大过-3x加5 代表你是符合这个大过的咯 所以你要讲3-1 你来讲3-1 memoiskan y大过-3x加5 因为我们已经确认 -1是大过-4 你说-1 这个-1 大过-4嘛 就是说你的y大过-3x加5咯 所以我们这个是大过 kiri大过感染 你就可以讲它是memoiskan y大过咯 ok 那么c力 c是-5-10吗 所以我们一样 我们要test它 就要写kiri kiri是什么 kiri 是y来的 我们就写y 所以我们的y是什么 在这个coordinate y是-10 这样你的canon 你canon是-3x加5 不管你是看哪一个都好 它的题目是一样 它只是换符号 然后把它等于啊 大过小过 你是要看它去符合哪一个咯 所以现在你的x是什么 你的x-5 就是-3x-5 然后加5 ok 所以是 15加5是20 ok 20 所以你拿这样的情况代表什么意思 你-10是小过20的吗 所以你要讲kiri 小过canon 所以你就要讲我 -5-10 Mumaskan Mumaskan 既然-10是小过20的 这个-10是小过20的 意思是说它的这个y是小过 -3x加5的 或者是你看这个kiri 小过canon 我讲嘛 这里是小的话 意思是说代表着 你左边小过 右边代表着 你的 你是符合y小过-3x加5的 看到没有 这个符号是一样的 这里小过kiri 小过canon 也就是说你符合y小过这个 所以目前这个阶段你只是认识 认识就是 就是这些点这些colinar ok 到底是符合哪一个 到底是等于还是大过还是小过 ok 可以吗 这个 ok 就是这个东西 我方法就是这个蓝色 你去算kiri是什么 canon是什么 然后之后你就比较 看看他们的价值奖 看看他们的价值奖 ok 所以这个是他方法的 这样到底 memozkan 告诉你什么 memozkan y等于 告诉你什么 memozkan y大过 又是什么 memozkan y小过 是什么 所以我们要了解咯 所以下个东西就是来告诉你 memozkan ketudukan detect relative 就是说对于graph 一个graph来讲 请问那个点的位置在哪里 所以刚才你学的这三个东西 有关系到下个这个东西 那这个就是这样 kaeda untot menentukan ketudukan tite relative kelebanagraph y saman ax b 就是 你有一个graph 就是你们去年 from tree 有学过 y等于ax b 这个是什么format 这个是 这个是什么 y等于m 以前你们是叫y等于mx 加西 只是这里是叫y等于ax 加比 这个你看到叫format 就是直线的意思 你们去年的最后一课有学到直线吗 是不是 所以我们现在是要了解哦 一个点的位置 ok 一个点的位置 对于那条线来讲 你那个点的位置在哪里 所以我要跟你讲就是这样的 apabila y saman denganax dete deletat pada garis ok 看到来 当你y 你拿到y等于ax 加比哦 看起来我们学到吗 符合吗 是不是 如果你是 memuaskany等于ax 加比的话 那个点 memuaskan这个y等于的话 你就要讲那个点其实就是deletat pada garis ok 当你拿到 当你拿到y等于ax比的话 就代表着你是deletat 你看那个点在那里 那个点在线的那边 明白吗 detect padagaris 不管你的线是写下去还是写上去哦 你看你的点 总是是在那个线那边的 所以你要讲 如果你的detect是memuaskan 如果你的detect 你的detect是memuaskan memuaskan y等于ax比的 你就要讲 detect deletat pada garis 他的意思就是这样 所以你刚刚学的就是用在这个情况 就是给你知道 那个点对于那个graph的那个位置在那里 所以那个点是在线那边 对吗 如果你发现到 y 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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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叫线的下面 上面是在这边吗 这里是上吗 这里是下面吗 线的下面 你会发现到那个点会在下面的 ok 你可能会讲为什么会知道它在下面 你画出来 那个 Y等于F加B是一条线来的吗 小过的意思是指那个点根本就没有在那个线那边 它是在线的下面 同样的 就算你的线是炒上去的 如果你发现到你的detect是memozkany小过的 小过L加B的话 代表着它根本就没有在那个线 它是在线的下面 这个是下面 线的上面在这边吗 线的下面在这边 所以你会发现到你的点根其实是在线的下面 总之 如果你是符合memozkan小过的话 memozkany小过L加B的话 你就要讲moredetect dite deleta dibawak garis 清楚吗 重点是要看到那个 dibawak 在下面 你看到等于就是说它在线那边 准准在线那边 等于的话 因为那个线的名字也是叫Y等于L加B 如果你拿到memozkan 就是说它一定是在线 被那个线传过 明白吗 如果你拿到小过 意思是说是在下面 你的点一定是在下面的 最后一个呢 如果你拿到 Y Y大过这个AX加B 代表着那个点 会是在线的 上面 OK deleta the atas garis 所以比如说你的线 这条Y等于AX加B在这边吗 线 你画出来的东西一定是叫等于的 你不可以叫大过的 这个大过只是告诉你什么 那个点 在 线的 上面 OK 那个点在线的上面 大过的意思是这样 所以你要明白就是你画的graph 你注意一下我每条线 从这里 这条线你看我写什么 Y等于 这条线是什么 Y等于 这条线是什么 Y等于 这个是Y等于 你记得你画的每一个graph都是 Y等于的 OK 所以你看到这种小过 小过的意思是指 那个点 没有在线那边 没有在线那边 它是在线的 下面 如果你拿大过 你就要讲那个点在线的 上面 同样的 如果你先是炒上去的 Y等于AX加B 是炒上去的呢 你的点 也会在上面 这里上面 这里就叫下面 因为 只要你 MOMOSKAN这个 MOMOSKANY 大过 AX加B 你就要讲 TITTE TITTE TLETA DI ATAS GARIS 在线的 上面 清楚吧 拿到大过 就是在上面 所以 不会难记 是不是 等于就是 PADA 等于就是在线那边 小过就是 线的 下面 OK 小过是不好的吗 不好就是在下面 大过吗 大过是好的吗 好的就是在上面 OK 所以我相信你们应该会分上下 线的上面下面上面下面会分 OK 所以你要明白刚才你学的什么 你看学的这个 MOMOSKAN 你看讲什么 2-1 MOMOSKAN Y等于-3 X加5 意思说 如果你真正的去画 如果你真正的去画那个 这条线 Y等于-3 X加5 它是一条线来的吗 这条线 你真的画出来啦 你会发现到 你的那个 2-1 会是 MOMOSKAN MOMOSKAN是什么 代表着 你的这个点力 会是在 你的这个 减 这个2-1 会是在那个 线的那边 OK MOMOSKAN 就是说传过了2-1 然后如果你拿到这个什么 3-2-1 3-2-1 是 MOMOSKAN Y大过吗 大过就是说 那个点 3-2-1 那个点力 是在信的上面 所以这条线我加长 我加长一点 你目前2-1在信那边吗 如果大过就是说 3-1大概在那里 大概是在 这里 这里是叫3-1 蓝色是3-1 红色是2-1 所以红色是 特勒大 8-2 另外 如果你是MOMOSKAN等于的 就是特勒大 8-1 如果是大过的 就是说 特勒大 第Atas 清楚没有 这样 还有一个 就是 前五点10 拣5-10 大概是在哪里 拣5-10 是在这边下面下面这边 我大概大概啊 就是画这边 这是拣5-10 假设你这个点在这边 意思是你在线的那里 这个是上面嘛 这个是叫下面嘛 所以你会发现到这个青色点 拣5-10是在下面的 对不对 拣5-10是在这边的吗 negative的部分的嘛 the letter di bawa garis 看到了吗 所以事实告诉你什么 就是你看看学会的 memozkan y等于 就是在线的 准准在线的那边 the letter bada 你拿到大过就是说 the letter di atas 你拿到小过就是说 the letter di bawa 你画出来就明白了咯 明白了 所以看题目问你什么啊 如果他只是问你 他memozkan哪一个 你就是坐到 memozkan这边就可以了 给memozkan y等于 y大过还是小过 可是如果他会问你 如果他问你哦 他的位置 他问你他位置 所以一旦你拿到什么 memozkan什么 y等于的话 你一定要讲他在哪里 在线的哪里 ok the letter bada 如果你拿到 y小过你就讲在下面 如果你拿大过你就讲在上面 明白吗 只是多加 只是多加这一句话吧 如果题目问你 gadudukan detail 明白吗 问你gadudukan detail 你才讲这个 如果没有问你gadudukan的话 只是问你memozkan吧 你就是回答到上面那一台 你只是回答到上面这个proposal就可以了 清楚吗 清楚吗 如果是问你memozkan ok memozkan哪一个 你就是回答到proposal 如果是问你gadudukan 你就回答这个青色 ok 这个就是 关系到 位置了 ok 一个点的位置 所以现在我们来看 所以我们就会重复看的过程 给你们熟悉 然后就要 menudukan garis y等于x加3 这条线 你from 3有学过 它叫y等于x加3 但第一个地点 abc 有三个点 abc dengan menggunakan kaedad kaedad pengantian 用代替的方法 代替的方法就是我们刚才的那个 kidikanana 检查左边 检查右边 ok 等等 kan detect y amozkan y等于x加3 y小过x加3 y大过x加3 就是哪一个是符合y等于x加3 ok 其实 因为它有图案了 我们心里都有数了 就是 这条线叫y等于x加3 你注意一下这个a这个点 a这个点在那里 它是在线 dletabada是不是 所以 a这个点 等下我们算 它肯定是 它肯定是这个的 y等于x加3 ok 然后你注意一下这个b 这个b在那里 这个b是在线的下面 对不对 这个线的下面 所以 在下面的话 它肯定是符合这个 y小过x加3 然后那个c 这个肯定是c 因为它是在线的 它在线的上面 它肯定是符合c的 但是 它不要你看图罢了 它要你算 它要你证明出来 改adapt 刚刚就是代替的方法 这个是因为你可以了解它的位置了嘛 所以你直接可以知道答案是哪个 但是我们要算出来 所以这样子算 你就这样子写咯 a意思冒号 ok a意思冒号 所以要这样子做 你就这样子写 你现在你题目是y等于x加3 你就写 kiri kiri是什么 kiri是y 这样你的 你的coordinate 那a的另外一个y是什么 你的a的coordinate y是什么 4 对不对 ok 这个是你的kiri 这样你karnan karnan karnan是什么 karnan是x加3 这样你的x是什么 1 加3 4 所以你们看到吗 左边跟右边是不是一样 4跟4一样 所以一样你就讲kiri等于karnan 然后写到这样要写什么 他问你嘛 ditea memoskan这个y等于x加3是什么 你就讲a意思 mamoskan y等于 对不对 a意思 mamoskan y等于x加3 因为你的左边跟右边的价值一样 你就说他是符合y等于x加3的 明白吗 所以我开始讲了 符合y等于x加3 就是说你看 他真的是在信那边 得了大把打 可是他没问你他的位置 所以你不用去讲 只是问你mamoskan 你就回答到这里 ok 回答到mamoskan什么就可以了 然后b 你又一个一个点检查 b23 ok 你的kiri是什么 你的kiri是y 你的y是什么 3 karnan 你的karnan是x加3 你的x是什么 2 2 是不是 所以我们发现到吗 左边是小国 右边 3 小国 5 是不是 所以我们就讲 kiri 小国 karnan kiri 小国 karnan 所以我们可以讲什么 b23 mamoskan mamoskan什么 y小国 x加3 对不对 因为 那条线的名字是叫 那条线的名字是叫 y等于x加3 线的名字记得 它一定是用等于的 可是 这个小国的意思是讲 它在线的下面 对吗 你看b是在线的下面 ok 所以你讲哦 它符合y小国 因为你发现到 左小国右 你就讲 y小国要加3 这样 c呢 c那个点是什么 c是叫 减25 它肯定是符合大国的 只是你要正名罢了 所以我们就写下来 c的coordinate 所以你讲 你的kiri 是y kiri是什么 5 kanan 是x加3 你的x是什么 减2 加3 所以kanan 你会拿到 1 会拿到1 所以你5 怎么样 5大过1 是不是 你就讲 kiri 大过 kanan ok 左大过右 这样我们可以讲什么 左大过右 就是y大过 x加3 所以你就讲 c 减25 c减25 mamoskan y大过 x加3 ok 因为你这边是哪 到大过的 就是说你是大过的 y大过 x加3 可以吗 ok 所以 就是正如我们 开讲的 大过 你肯定 那个点 是在线的上面 你画出来 就是在线的上面 所以 如果说 下次有别的点 在这里 就是很低的 你就算去检查 这个点 它一定是会符合 哪一个 它一定是会符合 这个 大过 对啊 如果 你有一个 e在这边 这个 e这个点在哪里 线的下面 所以它肯定会符合 这个 y小过 x加3 明白没有 如果今天 你还有一个点在这边 f 这个 f这个点 它在线那边 等的大法 所以它肯定会符合 这个的 就是 怎样知道 你可以这样子检查 它符合哪一个 你就知道了 可以吗 看等于 就写等于 小过 就讲小过 大过 你就讲大过 OK 这个是 第二题 可以吗 这样我来看第三题 一样的东西 只是这次没有图案吧 等度看 什么 adda santial kite mumos 看 这个 这个 还是 这个 所以它问你是符合 等于的 等于的 还是 大过的 还是 小过的 咯 这边有四个点 每个点都要检查 所以我们快点 刚才已经学过 我们的事 所以你讲 kiri kiri是什么 kiri是y吗 所以你的y是多少 你的y是 -5 ganan 你的ganan是什么 3x-2 看到吗 每一个都是在讲 这同一个题目 3x-2 它只是要看你 明不明白 OK 它是在线的 哪里 上面下面 可以吗 但是你只是讲它 mumos看哪一个就好咯 不用讲它的位置的 OK 所以是等于什么 3x-1 -2 等于 -5 所以你发现到什么 你的左边跟右边的价值 是一样的 是吗 所以你就先 kiri 等于 an 左边等于右边 所以既然左边等于右边 意思是这个点符合哪一个 符合 y等于6 等于的话呢 你就讲符合y等于的咯 所以你讲 -1-5 -1-5 -5 mumos看 mumos看 y等于什么 mumos看 y等于 3x-2 或者是你可以这样 直接看这边就跑比较快 看这里 y 因为你讲左边是y 右边是这个 你发现到左等于右 你就讲y等于3x-2 跟上面的题目是一样的 y符合这个3x-2 ok v v是1-2 所以你的kiri是什么 你的kiri是y y是2 对不对 y是2 karnan呢 karnan是3x-2 你的x是什么 你的x是1 3x1-2 所以会拿到吗呢 3-2就会拿到1 这个时候你就看 kiri跟karnan kiri 大过karnan 所以既然左大过右嘛 就是符合哪一个 y大过3x-2 ok 所以你就讲 1-2 1-2 mumos看 y大过3x-2 可以吗 这是b哦 c2-1 ok 我先在这边 所以你的kiri 是 y吗 所以你的y是什么 减1 karnan 是3x-2 你的x是2 填进去 3乘2 减2 所以会拿到 4 ok 然后你就讲 减1怎么样 减1 小过4 你就讲 kiri 小过karnan 然后你就可以讲 2-1 怎样呢 2-1是 符合哪一个 y小过3x-2 对不对 y小过3x-2 可以吗 2-1 bomos看 y小过3x-2 ok d d是 42 42 4x-2 OK 4x-2的话呢 你就看到那个kiri是什么咯 kiri 所以kiri等于kiri等于y 所以你的y是什么 y是12 ok 然后karnan呢 karnan等于3x-2 所以你就把你的x点进去里面咯 3乘4-2 可以吗 k后你就算12-2你会拿到10 所以你就注意一下他们的那个价值怎样 12跟10 12大过10嘛 所以你就讲kiri大过karnan 如果大过你要讲什么呢 42符合哪一个 符合y大过3x-2 可以的可以超过一个点符合同样的东西的 符合这个y大过karnan 你的part b吗 12也是符合y大过3x-2 你的这个42类也是符合y大过3x-2 ok 所以你就讲42 mormorscan ok mormorscan y大过3x-2 可以吗 这个是d哦 所以这个你只是回答mormorscan吧 不要去讲它的那个 呃 ddate在哪里 ok 好 这样完了 我们来看第四 ok 登渡干 登渡干 可都渡干 ddate a negative3x-1 b 3x-4 c 1x-1 relative gpada gairoluis 就是说 他问 问你这些点的位置 这个点的位置 你就要记得 方法跟刚才 第三题是一样 你重点是讲 那个点mormorscan 哪一个先 之后你就可以知道 它的那个位置在哪里 所以现在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点 减3e 你的题目是 你的线条是 y等于 减x加2 嘛 所以现在我们研究 第一个点 减3e ok 一样的方法 kiri 是 左边是y 所以你就问你自己 你的y是什么 你的y是1 加你的kanan 你的kanan是 减x加2 你就写咯 然后把你的 coordinat x 填进去里面 小心 减过5 减3 加2 所以减减加 3加2 就是5 所以你发现到 什么 一例是1 刚才是5 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左边 小过右边 左边小过右边 你就先讲 那个点是符合 A-3 E 怎样 Mumaskan Mumaskan 什么 因为你是左小过右 就是讲 你想 Mumaskan y小过 减x加2 你要写得出这个东西先 kiri小过 kanan 你讲 y小过这个 小过的话 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着那个点 A-3 在那里 你就要用那个 看来你学的那句话 小过就是 the letter 在那条线的下面 如果真正你去画这条 y 你去画这条线 你会发现到 减31 是在那个线的下面的 所以你就要讲 A-31 the letter 第 把握 garis ok 在那个线的下面 小过就是在线的下面 可以吗 这是A了 然后我们来看 D-34 所以kiri是什么呢 kiri是Y 你的Y是什么 你的Y是4 ok garan呢 garan是 减x加2 你的X 填进去咯 减3加2 你会拿到 减1 然后你就讲 4跟减1 怎样 4跟减1 就是你的kiri 大过 garan ok 然后你就可以讲 B-34 怎样 B-34是 符合什么 mumuskan Y 大过 减1-f加2 对吗 你讲你的Y 左边大过 右边吗 这样你就要讲你的Y 是大过 减1加2 ok 然后你拿到这个 你就可以讲它的位置了 B-34 在哪里 B-34 在 大过就是在 上面 D A-T-S garis 可以吗 这个是B的 coordinate 叫我来看 C-11 ok C-11 我写在这边 ok 你的 kiri kiri是什么呢 kiri是Y 你的Y是什么 Y是E ok 你的Count C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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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1加2 ok 你的X填进去咯 减1加2等于1 诶 它们是一样的咯 1跟1是一样 所以你要讲咯 kiri 等于 garis 所以代表着 C E 我们要看咯 既然它是等于 就是说它是符合 Y等于 -x加2 的 ok 符合这个-x加2 所以你就讲 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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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leta Pada garis 它是准准在那条线那边 可以吗 总之 我在讲那一边 只要 你拿到 左边 小过右边 的话 就是说它是符合 Y小过的 同时 也告诉你 它是在 debawa garis 如果 你是拿到 左大过右的 代表着 那个点 符合 Y大过咯 这里大过 这里也大过 那么大过的话 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那个点 其实是在 线的上面 ok 这样 如果你 拿到 等于的话 就是说它是符合 y 等于 y 等于 y等于 x 2 同时也告诉你 那个点是在 线的那边 准准线的那边 清楚吗 所以这个是 是 问你 Gedudukan 的话 你才讲 Gedudukan 如果没有讲话 你不要去讲它的位置 在那里 你只是讲 Gedudukan 这个是 那我们休息一下 各位 现在我们再进 下一个 哈希 好 接下来 我们来看 第三个 哈希 对不对 那么在这里 会教你怎样 涂黑咯 涂哪个地方 所以 Gedudukan 就是以下 涂黑的地区 涂 涂就是地区 OK Moskan 就是 符合 那个 的地区 OK 所以现在要讲解 就是 Y大过 OK 如果题目跟你讲 Y大过 等于AXRB 的话 你应该要图哪里 OK 首先你一定要明白 就是 题目给你 Y大过等于AXRB 首先你一定要知道 那条线在哪里 那条线是这条来的 OK 这条线记得 名字一定是等于的 Y等于AXRB 意思是 是这条红色线 就是Y等于 题目跟你讲 大过等于的话 是叫你涂黑 涂黑那个地方 你要明白就是 线 这条线 永远 它的那个符号 都是等于的 Original 那条线都是等于的 这个大过等于类 只是告诉你什么 告诉你 你要图上面 这条线的上面 这个是上面 这个是下面 看你学过 大过的话 看你学过大过 就是说你的点 OK 你的点都是在 线的上面 对不对 刚才你学会的是点 一个点 对不对 一个点 如果你发现到 它是 其实那个点 就是在线的上面 只是它有一个 多一个等于吧 OK 所以 只要 你是题目 是大过等于的 意思说 这条Original 线的上面 你要涂黑 OK Runt out the atas dan padagaris y等于axab memoaskan y 等于axab 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所涂黑的 这个地区 OK 其实是包括上面 这条红色线的上面 还有 dan padagaris 为什么dan padagaris 就是说你涂黑这个地方 有包括上面 还有包括这条线 有包括这条线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题目是什么 你们要明白 y大过等于的意思是什么 y大过等于axab的意思是指 大过 或 或等于吧 所以你看来学过 如果是y大过的话 大过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 线的上面罢了 OK 如果是等于呢 代表是 包括那条线 包括那条线 就是你的点 可以是在那个线那边 就是你的点 不只是在这里罢了 这是叫上面吗 对不对 线的上面 你的点 也可以是在这边 因为它是大过等于 OK 所以你的点 有可能是在上面 有可能是在线这条 所以它是the atas danpada 明白吗 如果是大过等于 像 大过等于跟大过有什么分别 如果是y大过axab的怎么样 大过也是在上面 这个是下面吗 你图上面 问题是你有注意到吗 你的original条线是什么 它是画点点点点点的 看到吗 garis putu putus OK 为什么要画点点点 点点点的意思是代表着大过的意思 就是代表着没有等于的意思 grana lebih besar dan bukan lebih besar the atas 你要明白就是点点点的意思是说 如果题目这个是用大过没有像海这个等于的话 你的线是这样一点点点的 明白吗 你的线是一点一点这样子的 OK 它是断断断断断的 因为断断断的意思说代表着没有包括那条线 OK 只是纯粹上面罢 所以你涂黑你涂这里 看起来是一样 只是说差别是在于你的你所画的线 original那条线是要画点点点 因为大过是没有包括那条线 如果是大过等于是有包括 有包括你就是画平常那条线 明白吗 所以这种大过例就是说 你要涂什么 涂哪里 the atas the atas罢了 它也是the atas还有bada 明白吗 涂起来是看起来是一样 只是你要明白 如果你看到是这种普通线的就是有等于的 如果你看到点点点的代表是没有等于的 它只是纯粹大过吧 OK 明白吗 总之是它叫你图y大过 你就是图点点点的上面 如果是大过等于的 你就是图那条平常的线的上面 OK 这个是a1跟2咯 这样我们来看 如果是y小过等于类 同样的 接下来你看到有等于的小过或等于那个等于类 就是说 你会发现到它给你的线率都是普通线 就是没有端的 OK 你画ax加b y等于ax加b那条线 是没有端线的 因为你的那个小过等于啊 那个等于就是代表着那条线了 所以你现在是小过小过等于吗 代表什么意思 小过或等于 所以刚刚你学过吗 如果呢 你的点 你的点是在下面的 你的点是在线的下面的 代表着它符合小过 你的点 在这个线上面的 在线那边那里 就是说 德勒达巴的话 就是代表等于的 Mermoskan Y等于的 对不对 小过是在下面 等于也是在线那边 所以现在它叫你图 那个地区 符合这些点的地区是在哪里 就是这个 线的下面 线的下面 OK 因为它是普通线 意思说你的点 有可能是在那个线那边 所以你要记得 小过等于意思是指 迪巴哇 但巴达 因为迪巴哇就是小过 巴达就是等于 所以小过等于 OK 所以Mermoskan Y 小过等于A加B 总之是你要图 Y小过等于A加B 就是图下面 然后你要确保这条线 是普通线 garish per no 明白吗 完整的线 因为小过等于 如果你发现到是 Y小过等于A加B 就是说 图点点点的 线的下面 明白吗 因为你的点 只可以在线的下面 不能在那个 那条线那边 刚才是可以在那条线 因为有等于 这个是没有的话 所以没有的话 你就是图下面吧 然后这个是点点点 明白吗 迪巴哇 代表着Mermoskan这个 OK 我们来看C OK C如果是这样的 Y大过等于A OK 首先你要明白 Y大过等于A 原本是什么 Y等于A 你们要明白 Y等于一个号码 就是横线来的 之前有讲过吗 如果你的 你的线条是这样子的 你的线条是这样子的 横线的啦 比如说这里是2啦 这条purpose Y等于2 因为为什么 Y等于2 意思是说 不管你的线上的每一个点哦 它的那个 coordinate 都会是2的 比如说 这个点 这个点 叫做1 2 然后这个点 叫什么 22 这个点 叫32 你会注意到它的 Y 它的那个coordinate Y哦 是一直都是一样的 就是因为这样子 条横线叫做 Y等于2 可以吗 横线记得是叫Y等于2 不是因为 不是因为这个 你讲老师 这个Y这个X吗 你的横 这个叫boxyx boxyx 其实它是叫什么 它其实是叫 Y等于0 因为它每一个coordinate 那Y都是0 如果你是在这边 就是Y等于2 不是因为看到X 你就讲X等于2 不是 它是横的 就是Y 所以你要画 你要图黑Y大过等于A 你一定要什么 一定要先准备 那个original Y等于A OK 就好像你要图Y大过等于2 你一定要先准备Y等于2 准备那个等于的情况 等于是那条线吗 你画完那条线了 你才能图 OK 所以你是要大过吗 大过等于2 就是说在2的上面 可以吗 在它的上面 听到没有 Y大过等于A 就是说在Y等于A的上面 然后 意思说你的点 你的点啊 是在上面 也有可能是在那个线那边 就是因为在那个线那边 所以你那条线 一定要画完整的线 因为有等于 就要画完整线 如果你是Y大过A 就是说你的original 是叫Y等于A 不过你要画点点点 因为你涂黑的时候 意思是说你的点 你的点只会是在上面 不会在线那边 明白吗 只是在那个 你的点是在上面 没有在线 所以他是讲 这个是大过等于 你是theatas 然后这个是theatas 罢了 在上面罢了 明白吗 因为他没有等于 所以你要画点点点 如果有等于的 你就要画完整的线 代表着你的点 有可能是在线那边吗 听懂吗 这个是关于Y的咯 OK 刚才那种是关于写写的 AX和A是写写的 然后你看到这种Y等 Y啊 大过A啊 A只是一个号码 就好像2 OK Y大过等于2啊 Y大过2啊 如果是Y大过2 你这条purpose线 你就改成点点点 就可以了 OK 因为代表着你的点 没有在那个线那边 它只是在上面吧 这样 如果是小过等于 小过等于 比如说是小过等于2 OK 你就当着这个很像 Y等于2这样子 如果题目是要小过等于2 你一定要准备那条 Y等于2那条线 小过等于吗 意思是说是在 线的下面 在线的下面 你的图下面 然后记得它是完成的线 因为还有等于 OK debawa dan pada garis Y等于A 就是在下面 还有包括那条线 可以吗 代表着这个Y小过等于2 如果是Y小过2 打个比方好像Y小过2 你那条 你那条点点的线哦 是Y等于A OK 加入Y等于2 你准备Y等于2那条线 不过 这一次你要画点点点线 因为等下你图的时候 是要小过吗 就是说 点点点是表达 在 线的下面报 没有包括那条线 明白吗 你画完整的时候 代表是你包括那条线 包括那条线 这个是没有包括 所以这个只是debawa 清楚没有 debawa的话 代表着符合Y小过A 代表符合Y小过2 讲完Y了 现在我们来看X OK 如果是X的话怎么样 X大过等于A OK 如果X大过等于A 是怎样子的情况呢 你要明白X等于A 是什么 X等于A 你先明白X等于A 因为你一定要画那条线 你才能涂黑的嘛 总之这种大过啊 这些符号只是来帮助你涂黑罢了 你现在一定要明白 你要画原本的那条线 所以原本的情况是什么 这个是Y 这个是X 假设你有一条线是叫 这样子 我选那个图案啊 这条线叫做X等于A 打个比方 它叫X等于2 这条线叫做X等于2 因为你要明白 这条线的不管是哪一个点都好 它的X都是 它的X都是2的 它的coordinateX都是2的 所以现在 题目是要什么X大过等于2的话 大过等于1的话 因为 这种是指线嘛 它没有上面下面 它只有左边右边 你看大过等于1的话 意思是说是线的右边 所以你要图右边 图它的右边 明白吗 代表你图那边代表着你的点呢 你的点 有可能是在 在那个右边 有可能是在 线的那边 因为什么 它是大过等于2 代表着有包过那条线咯 ok 所以大过就是在 那个线的右边 然后等于是说在线的那条线那边 明白吗 如果是X大过A勒 你就要怎样画 你就要 你要画原本那条线前 原本的那条线叫做 X等于2 所以这一回你要画这个点点点的线 然后X等于2 所以现在题目是X大过A勒 现在题目是X大过A勒 大过A勒 大过A勒你就图 图这里 它的右边 明白吗 大过就是图右边 可是因为它没有等于吗 没有等于你就要画点点点咯 代表着你的点 那些点哦 只会出现在 只会出现在这个右边吧 它不会出现在这条点点点线 跟刚才不同 它还是有出现在那边 可以吗 所以这边我只是做到什么呢 我只做到大过等于A 大过A吧 嗯 就如果是小过等于A 你们应该明白哦 如果是小过等于0 小过等于A的话 就比如说是 呃 小过等于2 ok我改题目先啊 刚才是X大过等于2吗 你是图右边 如果是X小过等于2咧 你就图 这条线的这边 对不对 这条线是X等于2吗 你是小过等于就是说 在它的左边 左边 然后还有包括这条线 意思是说你的Purpose的点 你有可能是在这边 明白没有 小过等于就是说 你要图 用黑色线 完整的线 然后图左边 大过例是图右边 同样的如果这题 是不是X大过2 这个题目是X小过2 就是说你要画点点点的线 它就叫X等于2 然后小过就是说在左边 所以你就图这里 清楚我意思吗 图左边 大过就图右边 因为它没有上面下面 它不像 它不像这种 Y啊 Y是有上线下面的嘛 小过就是在下面咯 然后那种大过就在上面咯 ok 然后这种斜斜的 应该会分吧 上面下面 线的上面在 这里下面在这边 线点点的线上面 这边下面在这边 ok 然后如果是这样的情况 上面下面下面上面上面 总之大过就是图上面 小过就是图下面 然后记得有等于就是画完整线 没有等于就是画点点点的线 可以理解到它意思吗 因为点点点的意思是说没有包括那条线 你所涂黑的范围力没有包括 完整的线是说你涂黑的范围力 其实是有包括那条黑色线的 可以吗 所以这边我给你好几个情况 所以我相信应该没有问题 现在我们可以看 呃 专座5 ok 看专座5 ok 这么 所以你要图歪大过去嘛 所以你要图歪大过去 你一定要确保什么 确保题目有给你该有的资料 他给你有什么 y等于去看到吗 你要图歪大过去 你一定要确保题目有y等于去 一定要等于的 那条线的名字没有讲大过小过 那条线就是用等于的 ok 总之是这个符号 大过只是告诉你在哪里 等于就是说你画那条线 你要讲等 叫等于 那为什么用点点点 因为他是讲大过吗 就是说没有包括那条线嘛 所以大过要图哪里 我们要图上面 对不对 图y等于去的那个上面 对吗 ok 所以我们会图这里咯 你用 你用你的词画会比较好啦 可以用你们的词画咯 这个是 y 这个红色地方就是 y带过去 你图这边意思说 你的点 ok 你的点呢 都是在线的上面 都是在那个点点点的线的上面 没有包过那条点点点的线 明白吗 可是这个点点也不用画了 我只是跟你讲 我要连去刚才一开始 我们学的detect 我们waska那个东西给你们明白了 你的点在上面吗 全部的点都是在上面吗 所以你就图那个整个范围咯 图点点点的线的上面咯 这样如果是x大过等于4 一定要确保什么 一定要确保题目有给你这个东西 题目有给你x等于4的那个线 你看如果他没有帮你画 你就要自己画咯 你就要自己画这个x等于4 就是说这里是4来的 你要自己画这条线 大过嘛 大过等于什么意思 因为它是指线 只有左边右边 大过就是图 右边 所以图这里咯 用你的词 ok 图这个右边 不要画超过啊 不要这样子画超过啊 不要啊 你是要在线的右边那边 所以意思是说你的点是在那里 你的点是在这边咯 右边 任何的线的右边都可以 还有其实有包括这里 对不对 有包括这个线上 因为它有等于嘛 That's why你这个是完整的线 意思是说你的点有可能在那边 可以吗 所以这个点点不用画 你只是图吧 图右边就是了 黑色线就是说有包括的意思 点点点代表没有包括 ok 这个是b 像我来看c y小过等于3x加4 一定要确保它有给你y等于3x加4 它有给你等于的就是这条线 这条线是等于的嘛 现在你要小过等于是哦 在线的下面 所以这里上面 这里是下面吗 线的下面吧 所以你图下面咯 可以用你的词画啦 这样子 ok 图这个下面这个部分咯 听清楚吗 意思是说你的点 你的点有可能是在这里 在下面 有可能是在线那边 就是因为这样它画完整的线 明白吗 它画完整线没有点点 因为有等于 听清楚没有 这是c 这样如果是delete y大过x加4 你一定要确保什么 你一定要确保它有给你y等于x加4 这条线 然后你注意到的是画点点点 是因为它是大过嘛 没有 没有那个等于嘛 所以大过就是它图哪里 图上面是不是 我们图上面 因为它是大过 小过就是下面 所以线的上面是在这边咯 你用词 你用词图黑咯 可以啦 用词图黑上面那个部分 ok 图下面就是小过 可以吗 意思是说你的点 是在这些范围 总之是 没有在那个点点线 就没有在它上面 完全是在上面 清楚吗 就是因为这样你图上面这个部分 这是D咯 这样以y小过6-x 你一定要确保什么 你一定要确保它有给你 这个graph y等于6-x 记得 先的名字一定是等于的 可以吗 首先你要小过嘛 小过就是在下面 所以你会注意到它点点点 因为它没有等于的 所以你就图下面这边咯 你要图几长都可以 因为总之是这些都算 这个地方也是算的 你要图加长也是可以的 ok 不过大概大概就好了 不需要特地哦 画的那么长 可以看得到就可以了咯 可以吗 所以这个 是小过咯 ok 这个是第5题 可以吗 所以只是叫你图黑罢了 ok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6题 第6题是叫你 Lukis dan Lorekan Rantau Yama Moskan Kedaksama Braco 啊 这一回是叫你怎么 自己画 画了 然后涂黑 看才是叫你涂黑罢了吗 现在只是多一关叫你画 所以画的话 你就要想回去 这些线是怎样画的咯 所以A是X大过3 所以每次要这样子做 X大过3的话 这个是叫你等下涂的东西吗 所以重点是你画那条线前 所以你要画那条线怎样 你就BRX等于3 BRX等于3就是说 我们要去画X等于3这条线 明白吗 我们要画X等于3这条线 所以我们自己放咯 这个是 这个是1 这个是1 这个是2 这个是3 ok所以你要画X等于3吗 讲过X是什么 X是直线来的 要小心 所以你用你的词 你用你的词 你用你的词 在那个3那边哦 这条画X线下来咯 ok用你的词 画 画X线下来 但是你要画怎样的线 它是大过吗 意思说没有包过是不是 所以你要画我 点点点的线 明白吗 你要画这个点点点的线 用你的词啊 我现在这边是没有词的 所以你在这个 这条线那边画点点点 因为你是X等于3 所以标记你的X等于3在这边 标记这个啊 不是标记大过3 这条线的名字是等于的 ok 之后你要图吗 X大过3 大过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你要图 代表你要图 先的右边 明白吗 大过就是图右边 所以你图这边咯 你可以用你的词 来图 不要图到那个点点点线那边啊 明白没有 就是图它的右边就对了 这个是A 听清楚吗 所以重点是你要绘画那条线 你要绘画那条蓝色线 ok B Y小过等于-2 一样 你就不要Y等于-2 你就当做Y等于-2 因为你要去画Y等于-2那条线 ok 所以-2怎样画 它是横线来的吗 这个是-1 然后这里是-2 ok 所以因为 因为它是什么 它是 小过等于吗 有那个等于吗 意思说你画那个横线的时候 要画完整线 明白吗 你要画完整线 所以用你的词 用你的词 用你的词画过去那边咯 ok 用你的词画这条线 这条线叫做Y等于-2 记得你是写Y等于-2的 之后呢 之后你要什么 图哪里 图下面 因为它是小过等于吗 就是说你要图下面 这条蓝色线的下面 图这里 可以吗 用词画记得哈 我是名为没有词才 才叫你这样子做 ok 用词画这条蓝色线 然后图黑咯 ok 这个是B 我们来看C的题目 C是Y大过2加4 所以你看到这样的情况 哦 它有Y有X的啊 ok 有Y有X的话呢 就是 它肯定是写的线了 它不会像他那样子 它还是X罢了嘛 看到X等于3 它是直线 Y等于-2 它是一条线来的 这样如果你是Y大过2加4啊 你比较Y等于2X 你看到有Y有X就是 有Y又有X 有这个Y又有X的话 这样它就是那个 呃 它就是写的线来的 ok 然后现在你要怎样子做 它是写的线 你要准备两个点 所以我教你一张 你可以这样子做 你可以当做X0 如果X0 2乘0加4是什么 4 对啊 你的X0 Y就是4 对不对 X0 这个不用写的啊 这些给你看吧 Y等于2乘0加4 Y等于4 因为你要的话 这条线你一定要准备两配的 一配两配 所以0是一配哦 然后接下来你可以再准备一配 通常我会放00这样子的 我会放这样子00的 如果Y是0的话 如果Y是0 代表这个东西是2X加4等于0 对不对 因为Y是它嘛 你讲Y是0的话 你就讲2X等于1 减4 F等于1 减2 目的是要填这个 所以我们这边有两配那个coordinate啊 就是0,4跟-20 对啊 我们就可以画这边咯 0,4跟-20 所以我们这样子呢 这个是1,2,2,3,4 ok 然后它要减2,0吗 减2是在这边 减1,减2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我们现在要打查咯 我们是打查那里 0,4 还有-20 对吗 然后我们就可以连接起来咯 我们连接起来就是这条线来的 Y等于2X加4 但是它要什么要用点点点 是不是因为它是大过嘛 意思说你把这个两个点连接起来是用点点点的 另外用你的词连接起来 当然你要加长也可以 没有问题 ok 加长也可以 用你的词啊 摆在这个两个点连接起来 你要加长可以 所以当你画完了是不是 记得要写 记得要写像他一样写名字 Y等于-2啊 X等于3啊 所以你要写什么 Y等于2X加4 你写来线那边 这是Y等于2X加4 ok 然后你要写哪里 他讲大过嘛 大过就是线的上面 ok 线的上面 所以我们会写这里 ok 线的上面可以吗 Y等于2X加4 在这条线是点点点线 所以你涂黑的地区就是 涂黑的地区就是在讲这个 Y大过 在上面 ok 这样如果是 Y小过2X加4 同样的 你就不要Y等于2X加4 之后 你可以当着这个是0 如果X是0怎么样 2乘0-4就是-4 如果不会就写出来咯 如果X是0 Y是0 2乘0-4 Y等于1-4 你可以写出来 如果不会 这样如果Y是0呢 Y是0 所以Y是0 2X-4等于0 所以2X等于4 X等于2 所以你是有0跟-4 还有2跟0 OK 所以0-4 -4是在这边嘛 -1-2-3-4 OK 然后 这个是20 1 2 所以现在你要图哪里 0-4跟20吗 你要block 打差 0-4 还有20 block好来了 block在那个地方咯 之后我们要用什么线来画呢 它是有 它是有小过 小过就是说你要点点点来画咯 OK 没有 就是不是完整的线啦 你可以用词连接起来 记得是用词哈 OK 然后 你要加长可以 明白吗 我这个画的不整齐 我再画一次 ok 你画那条线之后咯 你就把你的那个名字写下来 名字 这条线名字是什么 y等于2x-4 y等于2x-4 之后你要图哪里 你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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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过吗 小过就是在 先的下面 可以吗 这个我在画材料 ok 先的下面是这里咯 可以吗 先的下面 ok 代表着 y小过2x-4 ok 这样我们来看1 ok 1是这样子的 y大过等于-x-2 所以你就pr y等于-x-2 然后之后你就再放 放那个0 如果x是0 y是什么 -2 不会就写在旁边 -0-2 所以y是-2咯 之后 你可以叫y叫0 所以y是0的时候这样 -2x-2 2等于0 所以-x等于2 x等于-2 -2 这是-2 可以吗 所以你有0跟-2 还有-20 0跟-2 我就这边放 -1-2 ok 然后这是-1-2 ok 所以0跟-2 还有-2 -0 我们flot在这边 ok 这一回你要画完整线还是普通线呢 ...的线呢 完整线还是...的 它是有等于的嘛 等于的话 意思说你要包括那条线 所以你需要画完整的线 ok 画一条完整的线咯 对啊 然后之后你就写下它的名字 那条线的名字叫什么 y等于减x减2 ok y等于减x减2 ok 然后你就图咯 它要图哪里 大过等于吗 就是说图线的上面咯 图线的上面 可以吗 图上面 所以这条线是先记得用那个词来画啦 然后一般上我所写的名字 我不会去改教那个图回的地方的 我不会写在里面很软 你写在外面的 图 图这边写写在这边 可以吗 这个是1 ok 这样我们来看f y小过等于减x 你就要这么 比较y等于减x ok 所以这一回也是一样你可以讲x是0 如果x是0 y是什么 y自动是0 好 如果你看到这种00的话 你这边不要再放0了 因为你放了也是00的 它比较特别因为它不像 它不像之前的 像这个有看有一个-2的 这个没有-2就是-xy后面没有号码的 这种就是00 然后你自己再放多一个号码咯 比如说你是叫 这里叫-2 如果你的 ok x是叫2 如果x2的话 y是什么 -2 对不对 把你的2填进去是-2 所以你有00 你有2跟-2就可以画好了 00就是在 00就是在这边 ok 2-2在那里 也是1 2 也是-1-2嘛 所以你的那个2-2在那里 在这边 ok 2-2在这边 然后 你要去画这条线 要画怎样的线 完整的线 因为它是等于等于的嘛 小过等于 所以你就画完整的线 ok 完整的线 ok 完整线 然后你要加长也是可以啦 没问题 ok 所以这条线的名字叫我 y等于-x ok y等于-x 然后这一回要图哪里 小过吗 小过等于就是说你要图 你要图下面哦 线的下面 ok 图这里 ok 线的下面 ok 线的下面 ok 这个是 这个是 f ok 我们来看 y大过等于6-2x 然后你就讲 pr y等于6-2x 之后你又再准备这个表格 然后你放 x是0 y是6 对吗 x是0 y是6-2 过乎0吗 然后y是6 然后y是6嘛 0 6咯 这样如果y是0 这个是y是0的话 6-2x等于0 -2x等于-6 x等于3 ok 30 所以06跟30可以画出来咯 所以我可以这样子啦 2 4 6 ok 然后 这个是30 我要用一格一格也是可以啦 没有问题的 这个是我要用几道可以的吗 所以这个我就pro 06 30 ok 之后它做么 它要 画 你要画y等于6-2x先 记得是画完整 因为要等于嘛 你就画完整的先 编列起来 ok 那么这条线就叫我 y等于6-2x 然后是 你要图哪里呢 它是 大过等于吗 就是说 图 上面咯 图上面这边 可以吗 新的上面 这个是 橘 要来看 h y小过这个 你就不要y等于这个咯 然后你可以讲 x是0 y是3 对不对 x是0 y是12 乘0 加3 所以y是3 然后如果 y是0呢 12x加3等于0 12x等于1 所以x等于1 减6 所以是减6 所以是0 ok 所以03跟-60我们就去准备咯 03 ok 123 ok 这个我就减1 这个是减2 减4 减6啦 我两个代表减2咯 ok 减60跟03 所以我就画在这边 ok 然后我们就 要画怎样的信 因为它是小过嘛 小过就是要用点点点没有等于咯 ok 点点点的线 之后你就写名字y 等于什么 一定是y等于的吧 y等于 这个 1 2分之1 f加3 写在这边咯 之后图的时候 要图哪里 图下面 因为它是小过嘛 你就图下面 可以吗 可以吗 图下面 这样子 ok 这个是第六题 所以我们今天学到这个地方办了 那么下一个video我们才会看 呃 接下来转过去咯 ok 所以你们在家先做功课做到那个 呃 minit 转多6先啦 明白吗 对啊 记得要努力啦 加油